每一个成员都和嘉宾有着很亲密的关系 第一位要上场的陈汉典 说起汉典 我的感情很复杂 我是康熙来了的粉丝 当初康熙一停播 我很难过 因为以后就见不到蔡康永和小S了 结果后来我就发现 其实康熙停播以后 再也见不到的 只有陈汉典 所以今天我再次见到陈汉典 我还挺开心 来吧 汉典 欢迎陈汉典 大家好 我是陈汉典 接到湘姐的邀请 我很纠结 因为成交吐槽大会 我要推掉十几个通告 喂 不好意思 这个路上有点堵啊 所以今天的外卖会晚点到啊 抱歉 抱歉 导演那段帮我卡掉 刚刚那段帮我剪掉 拜托 拜托 大家好 我是陈汉典 我是陈汉典 焦哥呢跟我算是好朋友啊 而且呢 甚至也可以算是跟我一起这个共患难的老搭档 因为在康熙的那十年里面呢 S姐上了台就骂我 下了台就骂他 你们可能不知道 焦哥他的人生阅历非常的丰富啊 焦哥出过十五本书 每一本都不火 李旦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意味着 他把你的人生重复了十五遍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模仿 这些年也模仿过很多人 那刚刚在后台 池子就过来跟我说 焦点哥 等一下你可以模仿一下我吗 我跟他说 考验我的模仿能力 可以 但是侮辱我的人格 这就太过分了 这个 韩乔生老师啊 今天也来到现场 我非常仰慕韩老师 因为听说韩老师是内地元老级的足球解说啊 那他具体的岁数多少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有人告诉我 洋务运动就是韩老师解说的 那今天我也看到 这个宁静姐坐在这边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 宁静姐呢 她可是著名的性感女神 这个是我爸告诉我的 最后我来说说湘姐好了 湘姐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偶像 因为湘姐在1997年到2004年间呢 曾经多次获选 最受欢迎主持人 虽然现在比较少主持啦 可是跟现在很多的主持人比起来 还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更何况大家看看湘姐 她是不可能受死的 看了湘姐参加的真人秀啊 真的觉得湘姐是一位 很能干又漂亮 有颜值有口才的一位女神 所以呢我就向上天祈祷 能不能也给我这一位呢 这么样漂亮 这么完美的老婆 就算剥夺我的一切 把我变得跟王月伦一样 什么都不会 我也愿意 同为快乐大本营的主持人 很多人会拿湘姐跟谢娜来做比较 很多人就讲说 他们两个究竟有什么地方 是不一样的 经过我的分析 我研究了一下 他们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湘姐一天到晚 只想两件事情 第一 有没有节目做 第二 爱买衣服 那谢娜就不一样了 谢娜可能也爱买衣服 但是谢娜从来不用想 有没有节目做 最后要非常谢谢湘姐 邀请我来参加你的吐槽大会 那么我想可能湘姐也是觉得 大家同为失业的主持人 所以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谢谢大家 我是陈汉典 谢谢 感谢汉典的精彩表演 接下来出场的 是对